道教的神明有很多 有些人拜玉皇大帝 也有人拜玉皇大帝的女儿 也就是所谓的七公主 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 有人在拜玉皇玉童子吗 这是在台南的一处神坛 专门供奉玉童子 而且信徒那还真不少 玉童子的身份也很特殊 根据妙方的说法 她是玉皇三公主的义字 也是嫡传弟子之一 专门替师父下班 行医济世 就连鸡身都概念的说 玉童子就是他的救命恩人 不过很特别的是 每一次玉童子在降价的时候 都会发出一种 吼亮的妙叫声 难道说这是什么特殊的仪式吗 法师请神 搭配小法团迎唱咒语 傍晚时分 台南路尔门一户民宅前 涌入大批人潮聚集 等着迎接神明降价 鸡身紧闭双眼 手脚不停抖动摇晃 正于主攻脸线中 但这个时候 怎么会用力甩手 嘴里还发出鸟叫声 这一幕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降价了神明 与鸟类有关 下一秒更换神医 寄生又回到常见的降价状态 拿起法器显得威风凛凛 那么刚才的鸟叫声是 原来神明的座棋也会降价 着实罕见 但这一尊下凡济世的神 更是特别 他有没有育童子的副生物 有没有 那我开一道给他保身 育童子就帮你处理好 好 谢谢 叫他放心 好 鸡身自称育童子 这个名号想必很多人没有听过 不过在台南当地 他可是赫赫有名的神奇 据说专门替人处理身体的大小病痛 他吃很多就不好了 他就来这里经历就不好了 很敏感 从我生病以来 不是育童子 他还七年到我的家里 我住家印 七年我家里去帮我作证 然后帮我固执 所以就已经五年了 一切都很平安顺利 这间的处理也好 还是说这个人在哪里 哪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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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未免太强了吧 这么厉害的育童子 到底有何来厉 三育童子 总共受两个 一个是育童子 这个是八育童子 手在身体 对观世音菩萨在想 到一个阶段之后 他在跟语童子 在语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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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世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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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玉皇三公主 有两名狄传弟子 玉童子就是其中之一 玉童子是生命的 神灯 对观世音菩萨在想 到一个阶段之后 他要對三公子娘娘 就來行李救世 但是這一間 歷史悠久的正義殿 供奉的主神 就是玉皇三公主 怎麼主神不下凡即逝 卻由弟子代勞 還找上有年紀的 張道明當機身 這又是一段奇談 我這間電義統治大叫 所以才有這個紀元 我本來是一個 無神鬼論的人 我真的不相信 姓名的插頭做的 張道明說 正義殿是由他父親創立 但他從小就不管宮廟俗世 就算上一代 玉童子雞童過世 問世中斷了十多年 他也從不想搭理 偏偏那一天 當他正在賣耳肉的時候 突然不自覺大聲尖叫 讓你滾開 讓你有一個餐廳給你看 病臨崩潰的情況 一連發生了好多次 找醫生查不出病因 結果妻子問神之後才知道 十玉童子找上門了 如果誰越遠 他要拖越快回來 我也要什麼便室 他也拖得要拖過來 所以他說 他要讓你真的有義童子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生物的東西 細數著滿桌的壘球獎牌獎盃 張道明說 自己向來最新於運動世界 以安分手擠賣鵝肉養家 實在想不透玉童子 照他代言的動機 而且還多次讓他公開出糗 他非常不諒解這樣的作法 他跟記者聊著聊著 突然間 所以玉童子說 這個人 尖叫 哭泣 就像這個樣子 就算已經代言十二年了 還是控制不了頑皮的玉童子 說來就來 實在不堪其擾 怎麼辦 我如果要去擠擠擠什麼地方 要去就像這樣 我們有害怕生理不知道 這個 沒有辦法去玉童子的小孩 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 在展現 怎麼辦 這個天命似乎抗拒不了 在家人的勸說之下 張道明不得不悍 玉童子妥協 正義堂斷層二十幾年 我們這段時間都是 半八千世 半八千世 這樣而已 真的沒有達到一個 想要的一個重點 到達童子來找我們爸爸 他是一個不適合 可是最起碼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希望 我像我在賣鵝肉 我都利用 每禮拜拜 到高雄 年三四禮拜 都不來一定 我就帶 我們正義堂的三公寺人說 今天第五個禮拜 我如果沒有我感覺 我會說這句派生 我就不來了 本以為有機會跟神明討價還價 偏偏事與願違 剛才在建造鄉雄 我感覺下來 把我人為他很慘 像是誰人 他會砸下來 要多大聲 結果我一個處理後 問我兒子 我兒子 含著什麼 大家都不含著 我在愛 終於相信玉童子的存在 但是自己何德何能替他代言 張道明始終不明白 直到某一次問世 才得知原來自己當兵時 就曾和他結下了不解之緣 翻開泛黃的新兵日記 一押還牙 君子報仇 種種的負面情緒字眼充斥版面 當年的張道明 差點被逼到奏上不歸路 多虧那一句童顏撫慰 讓張道明即使回頭 令他印象深刻 但卻在多年後 一次起跡才揭露 救命恩人就是他 頑皮有個性卻很善良 是信徒們對玉童子的印象 說他既慈悲又正義 就連追名外配 也是他的忠實鐵粉 每次經過廟宇神壇必哭 還會手舞足道大吼大叫 這名外配五十斤枝 一度遭受村民們排擠 實在是走投無路了 五世金之家人帶著他 來找玉童子幫忙 才驚覺大事不妙 難道是卡到陰嗎 據說玉童子當下不動聲色 也沒有特別處理背後鈴 外配卻開始 明顯好轉 那時候他給我洗身 他給我那個茶可以喝 調我身體 後來第二禮拜我再來 好了 有一點不會哭 但是也一樣打嗝 他喊到流眼力是這樣 你不知道對我們去 他說好的壞的融合在一起 我們照經理 然後玉童子解決這次問題 怪病產生了外配 求助玉童子四次就改善 莫非是背後鈴走了嗎 沒有 他一直都在 他說是我是 西公主的那個旁邊侍女的 是這樣 所以說我一定腳上了 他一定會幫忙 原來背後鈴不是排名亞 而是玉皇家族的自己人 不管您信或不信 吳士金之說 他確實重獲新生 讓左鈴右舍嘖嘖稱奇 也藉由這一樁特殊案例 讓玉童子下凡記事奇聞 增添了不少傳奇色彩 駿嘖看 駿嘖看 陰嘖看 有 或者 打 大 蹤 evangelical 是